接下来为您播出热线12 夜幕下民宅精简烧焦女尸 火灾现场一语密布 兄弟势嫂疑点成虫 一块土地埋藏了多少亲情与纠葛 宅基地里的兄弟情仇热线12即将播出 2014年10月17日晚8点半 家住河南省明泉县引电箱仓头村的村民刘琪 接到了四弟刘涛从陕西野安打回的电话 电话里四弟刘涛说他有急事找妻子王某 但王某的电话一直无人接听 挂了电话以后 老大刘琪赶紧前往四弟家中 院子的大门并没有啰嗦 老四和侄子们都在外里 只有弟兄一人在家 刘琪在大门外喊了两声 但无人答应 就在此时 他闻到了一股东西烧焦的味道 屋里的门从外反拴着 透过门缝 刘琪看到一些火光 但无论他怎样敲门 始终无人回应 把这个套件们拿那么开开 我也看见里头一眼都不透气 我当时我就知道灰了 灼火了 推开门 一个木柜的下方正在燃烧 火势并不是很旺 地上一堆灰烬还残留着火星 刘琪正准备把明火扑灭 突然火光的映沉下 他看到了地上躺着一个人 他给他偷着围 绵阳东 在那块儿给他跳了 最后我一看 我说我还说一句 我说你这手子的地下来 你这能是让你解变火啊 当时我怀疑着 我说他解变火 他把他解变火 我想想最后一出来 我想想不回 地上躺着的正是老四的妻子王某 大哥留起发现时 死者上半身的衣物已被烧完 身上已经没有了明火 大哥留起赶紧打电话报了警 刘家老四家中熄火 妻子王某死在了家里 仓头村村民都难以置信 在村民眼中 王某勤劳朴实 生活积极乐观 特别是近几个月 逢人便会续到 准备盖房给儿子娶媳妇 可谁也没有想到 这一天准婆婆会突然暴毙 各位钟好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热线12 我是曹东 这些年您已经看到了 这刘老四最大的心愿 就是赶紧盖房 给儿子娶媳妇 没想到这个房子还没有盖成 老实巴交的老伴 却在家里边被人活活的给烧死了 那么这个凶手到底是谁呢 等案件真相大白的时候 真的是让所有的人大吃一惊 接到报警以后 民警立即赶赴案发现场 因为发现的及时 当时只有屋里的衣轨正在燃烧 火势并没有蔓延 警方赶到现场时 火已经被村民扑灭 在对现场进行勘察时 着火点引起了警方的注意 死者的尸体被烧得很严重 但是屋内又没有大面积着火 尸体周边是大量纺织物灰烬 屋内唯一被烧着的 是尸体旁边的衣柜 警方由此推测 着火点最早应该在死者身上 从现场情况来看 死者是被烧死的 如果是自焚 似乎又难以解释 现场没有找到死者 丝毫挣扎的痕迹 法医发现了一个线索 让案件有了定性 通过法医对死体进行砍验以后 发现四个身上 有这个身上 有印象的这个预期伤 当时这个 他这个预期伤 主要在这个熊服务 法医检验认定 死者王某应该是 先遭他人杀害 而后粉尸的 这个结论引发了人们 更多的疑问与猜测 在村民眼中 死者王某为人和善 老实本分 他的丈夫带着二儿子 在外打工 剩余的两个儿子 都在外地读书 家里的几母庄稼 全靠他一人打理 生前 王某总是念叨着娶媳妇 非常注重自家生育 并没有作风问题 刑罚这个地儿 很快就排除了 死者索红 非常征判 丈夫一直在外打工 很老实 没有发现 有感情 感情方面的纠纷 排除情杀 财杀似乎也不太可能 死者的家庭并不富裕 早年仅靠种地 来负担三个学生的开支 老二还因此辍学 近两年 丈夫和二儿子 外出打工 条件才有所好转 在案发现场 并无作案迹象表明 凶手是谋财而来 案发现场因救火遭到了破坏 在现场寻找到的证据又未能及时判定是凶手遗留 在问及死者有无仇家时 亲属的表现让警方产生了怀疑 在自方亲属家属的时候 我们对他们的家族内部 这些相处 冒断 这些九分这些东西进行神经 调查的时候 发现他们的家属们 所谓生性 相对来说 就是说比较紧张 可以的去回避一些东西 有些让人 有些惨疑 在警方问及死者王某家庭是否与他人有矛盾时 其亲属们似乎有所隐瞒 办案民警想起了最初其亲属反应的情况 对 死活 属于一种意外 死活这个比较认同 老大应该是案件一些知情人 应该他知道一些东西 没有给我们这个说实话 在民警的一再追问下 老大刘琪向民警交代了家族的内部矛盾 刘家兄弟五人中 老大刘琪和老二老三家的孩子都已成了家 老四刘涛家的孩子也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 在这样大的一个族门里 难免有些矛盾 这其中 矛盾最深的是老四刘涛和老五刘明 兄弟俩因一块宅基地 闹得不可开交 胖来这啥事都没有 就因为这一点 就因为总要这一点的 死者王某的丈夫刘涛 在外地打工 未能及时赶回 在警方与刘涛电话沟通中 刘涛说 傍晚他和妻子通话时 老五刘明就在他家里 还接了他的电话 死者丈夫就电话里面跟我们说 在这个案发案发现 去起子就死者给他打了一个电话 说他这个老屋 屋底留命 在他家里闹 因为这个家里面这一地问题 去他家招事 然后中间死者给他丈夫就通电话 把这个情况说了以后 然后死者丈夫又和他无敌 在电话里面进行说这言识 以后然后发生冲突 当时电话里面冲突 厌疑冲突比较大 办案民警来到老五家时 老五刘明不在家 宅基地的矛盾 和四哥的争吵 无人接听的电话 这些因素串联起来 老五的作案前已陡然而生 他作为家庭的老五 无论这个平常按我们这个风俗来说 无论以前有什么过节 发生到家里面发生那么大的事情以后 他应该及时的干到现场 干到现场以后进行 但是一致 在政策院找不到他 仓头村村民似乎又不太认可 老五有作案前已 在村民眼里 刘家老五带人热情 做事本分 为人爽快仗义 从案发现场来看 王某使腹部和胸部 中树刀后又遭粉尸 老五又怎能对嫂子 下如此狠手 据案发大约三小时之后 警方再次接到了一个匿名报警 此人告诉警方 他是老五留名的亲属 早在一个小时前 他和老五有过通话 警方查询了亲属的通话记录 这位亲属的通话时间点 和老五的通话时间点 基本吻合 至此警方已基本确立 此人有重大作案嫌疑 但警方推测 他极有可能 已潜逃至外地 因为在对他的社会关系调查时 民警发现 犯罪嫌疑人 已离婚十多年 并无子女 除了打工时交的几个工友 再无其他朋友 警方在各大交通要道的监控中 也没有发现犯罪嫌疑人 潜逃轨迹 案发第二天上午九点 据案发时间已有12小时 警方对犯罪嫌疑人下达了通缉令 对系实施抓捕 中午十分 警方接到群众举报 有人在白云寺镇王庄村 曾看到过通缉令上的犯罪嫌疑人 我们在进行拍塔搜查的过程中 有些村民被提供了一些现象 也就发现了有这么一个体态特征的人 在这个地方出入网 当时你们抓捕的现场 大概有五公里的大概一个位置 白云寺镇王庄村 地处商丘市民权县和开封市起县交界处 警方推测 犯罪嫌疑人极有可能正徒步往外地潜逃 警方对此区域进行严密布控 我们布置了二百名民警和协警 对每一个村庄 每一个村庄里的这些旧房屋 寺庙 坑堂 柴堕等等 有可能藏匿人的地方 我们都是做到一个村不漏 一个处不掉 第二天下午一点 案发16小时后 在开封市起县和商丘市民权县交界处的茅草河边 警方将犯罪嫌疑人刘明抓获 当时犯罪嫌疑人刘明正在一个土坑里睡觉 民警在他身上搜到当天的作案工具 一把二十八公分长的匕首 经鉴定与死者伤口吻合 我们把他带到这个我们的大安中心以后 被进行询问的时候 他就成了这个这个作案的过程 把我身上随成现在这个匕首 又是他作案工具 仓头村村民难以置信 昔日里 他们眼中的一个普普通通的农民 竟然杀了他的新嫂子 并且还纵火焚尸 人们都说 兄弟系强归结于那块宅基地 但在这块土地中 到底埋藏了多少纠葛 竟让这血浓雨水的心情无底自容 好 两位嘉宾 杨文战律师张斌 本来我们的特约评论 欢迎二位 实际上这老五把老四的媳妇 也就是自己的亲嫂子给杀死了 然后还焚尸灭迹 这种情威 所有的村民都没有想到 张斌你是否也出乎你的意料呢 应该说这种我们说这种亲情之间的犯罪 确实都出乎我们意料 就一般来讲 刚才篇子里也说了 兄弟系于墙 外遇其辱 什么意思呢 我们家里怎么吵 但对外是一致 因为我们是亲兄弟 亲友手足 但是之所以发生这样的事情 我们也不意外 其实我们知道在城里 那我说城市里面 因为这种住房引发的亲人之间的纠纷 甚至是一些极端的案件 应该说经常能够看到 那同样在农村 宅基地对于一户农民来讲 在目前宅基地还没有完全实行市场化改革的时候 它基本上就是它的一个重要的生活资料 或者重要的经济来源 对 那么这时候 它的重要性 有的时候就远远超出了 这个人对自己人性的范围了 就是压抑不住了 这个实在诱惑太大 所以最终冲突 演发成了一个自己亲自杀死了自己亲嫂子 一个人伦的惨剧 那么这里面当然就发生这样的问题 必然受到法律严惩 但是我们一会儿再从更深层次来探讨一下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一个人伦悲剧 对 当然从这个表面来讲 这个杀人就是因为一块窄基地 这里边到底还没有其他的原因 我们不得而知 可是就光从犯罪的结果来看 确实非常的残然 先是照胸口和腹部连捅几刀 捅完了还不算 一把火焚尸灭迹 那等待老五的将会是什么 文战 首先它是有一个故意杀人罪的认定 这是肯定的 那么同时有一个放火的行为 但放火的行为本身是为了毁尸灭迹 消灭犯罪痕迹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 还是按照故意杀人罪来认定 但是放火本身会在故意杀人罪的定罪和量刑当中 对量刑会产生一定加重的影响 那么按刑法规定 故意杀人罪 他的量刑是死刑 无期徒刑 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正常是这个范围 那么如果情节比较轻的 是三年到十年的有期徒刑 那么准确的量刑 你看到三年到死刑 这个幅度是非常大的 准确去认定要根据他的犯罪起因 犯罪情节造成的后果等等 这些因素综合考量之后才能认定 对 实际上这个案件没有被多大的周折 当地警方就给破了 那么抓到这个老五之后 老五非常的痛快 说这嫂子就是我杀的 然后一切的准备我都做好了 但是我这么杀是由我自己的理由的 因为长期这四哥一直欺负我 他欺负我还不算完 他们一家老小都欺负我 还打过我 真的是这样吗 来看 在警方的审讯过程中 犯罪行人刘明很快向警方坦白了自己的行凶过程 刘明就交代了这个七 因为家庭九分 跟其他四哥家 因为一片涉及地问题 发生矛盾冲突 这个矛盾冲突 他就是事前 事前准备了避书 准备了大火急 去了这个 四哥家中 但是对这个 也等于说对四哥 进行最后一次谈判 2014年10月17日晚7点左右 犯罪行人刘明来到了四哥家中 这次前来 他想对宅基地问题做个了结 四嫂让他给四哥刘涛碰了电话 电话中四哥态度不是很好 随后他和四嫂又发生了争执 一气之下 他便对四嫂痛下杀手 为了毁尸灭迹 随后他又找了衣物盖在死者身上 点一把火 扬长而去 犯罪行人刘明说 在逃亡的途中 他已经做了最坏的打算 在他心里积怨已久 四哥要占地 根本不和他商量 自己又没有完整的家庭 他认为四哥这样做 对他是一种欺辱 虽然兄弟俩因土地问题矛盾持续了一年多 但是刘明说 最令他痛心的 还是2014年国庆节期间发生的事情 这十月一放假 他回来 他跟我 他妈留在三转 我说 我这一去 他叫他两个大我 他在你里边 他在你里边 我说 我住这点年了 我说 我住这 快20年了 我说 就给我改少子一层 叫他两个 刘明说 老四家的两个上学的侄子 把他打了一顿 让他卧床 几天无人看管 心情低落到了极点 休养好了之后 他便四级报复 但死者的二儿子小灰 对他这种说法并不认同 在刘明的陈述中 他和四哥家的冲突并不止这一次 2014年年初 四哥告诉他 打算给侄子小灰 在那块地里盖房 刘明向四哥提出 以通等面积的土地更换 或者给他七千元钱 但这事对四哥来说 似乎没有商量的余地 老四刘涛说 刘明的陈述根本与事实不符 年初他就带着自家老二去延安打工了 剩余两个孩子都在外地上学 并且他打算盖房的这块土地并不存在什么争议 因为那块地并不属于他们 而是老父亲的 二十年级父亲都说 叫他孩子来到改房 所以他胡椒门 胡椒门 胡椒门 这时候按着做 隔壁都是让他 就几年他跟我睡过来 几年就种梅子 他种梅子 他跟我睡过来 他说他点家 他跟我睡 他说吃某螺丝 据老四刘涛介绍 老五离婚以后 便和父亲生活在一起 那时自家孩子还小 不着急盖房 出于对老五的照顾 就把这块地让给了老五耕种 老五之所以霸占这块地 在刘涛看来 他是别有用心 老四刘涛说 老五别有用心 真是如此吗 老大刘起 说出了一个 鲜为人知的秘密 解释了老五的微妙心思 一直以来 老二和老五的关系要好 早些年 老二把他家二儿子 过去给了老五 虽然称呼上 仍以书职相称 但老五早已把自己的晚年 寄托给了 那个最亲近的侄子 所以老五要把这块地 蒸下来留给那个侄子 老五刘明也表明了 这就是他的本意 在老五刘明看来 这块地是他仿老的筹码 最后他公然声明 任何人都不能占有那块地 因为争夺一块土地 闹出人命 老五刘明觉得有些不值 他说出了自己内心的委屈 他认为自己无儿无女 日后又无依无靠 四哥的争抵行为 对他来说是一种欺压 所以他才如此抱负 虽然老五刘明说 他无前无挂 没有表露出回忆 但是他的陈述中 还是表现出来 对家中老父亲的思念 面对此结局 老四刘涛后悔不已 他从未想到 妻子竟然会遭遇如此恨祸 老四刘涛说 早知如此 他就会放弃所有 一块土地 引起兄弟间的争端 自己也有过错 虽然是同胞兄弟 但老四刘涛说 他永远无法原谅老五 这场悲剧 并没有化解 他们家族中的矛盾 老五在白云寺镇 有两间门面房 老四想跟兄弟们商量 房子留给 二儿子小灰做生意 还未来得及开口 门已被老三家换了锁 当问起 是否会走法律程序 索要赔偿时 老四给了这样的一个回答 老四刘涛说 这场变故 让他疲惫不堪 孩子的亲事 再也无人问津 为了让孩子早日 从这个阴霾中走出 最终老四也放弃了那块地 在离那块地不远处的集市上 为儿子盖起了新房 眼前的这块土地 对于老四的二儿子小灰来说 他曾经 承载着一家人的梦想 如今梦想已破灭 埋藏在这块地里的 确实一场恶梦 小灰说 他们三兄弟最大的遗憾 是没来得及给母亲尽孝道 想到父母不辞劳苦地 为自己盖房取妻 有时他也会埋怨自己 他觉得 或许是因为 在成家立业的路上 走得太着急 才让他丧失了 这辈子最亲的人 和最珍贵的东西 为了小小的一块宅基地 已经闹出了一条人命 这还不算完 很可能会再闹出一条人命来 那么真的是不值 张宾老师 你给评论一下 兄弟两个的宅基地之争 我在刚才节目开始的时候 我就说过了 一听到宅基地 可能观众朋友跟我一样 都马上明白了 这里面很可能内有引擎 就是这点地的争 相互之间的利益的冲突 我们知道 现在随着城镇化加快 说实话 当然这个案例里面 宅基地确实是想盖房 但是很多地方 宅基地已经变成了一个纯商品属性了 就是它的附加价值 已经远远超出了说 咱们盖个房 家里老大老二 还是老三结个婚的问题了 这样的时候 将巨大的经济利益 在一辈子务农的农民面前 那么它是一个难以抵御的诱惑 再加上整个社会的这种 城镇化进程的加快 加上社会的观念的转变 那么对于一家来讲 一块地意味着一辈子的一个终身的衣食无忧 那么这时候再结合我们当下 你比如社保的问题 医保的问题等等 它在不健全的时候 就指着这块地 娶妻生子养老送终 你就会发觉 它已经凌驾了一切道德之上 最终这样的案例产生 其实有着深刻的社会电源 对 老大实际说的明白 这块地既不属于老四的 也不属于老五的 谁是属于老爹的 那么老爹曾经跟老大说过 说这块地应该给老四 为什么要给老四呢 因为老四有孩子 那孩子还没有娶妻生子 要给老四的孩子 也就是自己的孙子留着盖房子用 是吧 那究竟这块地到底属于谁呢 文战律师 首先我们没看到老父亲亲自表态 但法律上来讲 宅基地它的所有权 实际上属于农村集体的 不是属于某个个人的 那么农户作为集体成员 经过审批之后 他可以取得那么一块宅基地的 使用权 那么如果说这个宅基地 使用权确实是老父亲的话 那么如何在合法的范围内使用 确实是老父亲说了算 但是农村的宅基地 它比较复杂 那宅基地有时候并不是说 登记在某人名下 就是这个人个人的 它是一个家庭成员的范围来审批的 那所以有时候呢 可能还属于共同家庭成员 其他人可能也会有一个 共同的使用权的问题 因为这个情况复杂 所以实践当中呢 农村宅基地发生矛盾和争议 确实非常多 那真发生这种矛盾 协商不成 可以经过村委会 或者其他的调解机构 咱们进行调解 还不成的话 那可以到法院起诉 由法院来判决 采取这种过激的手段来解决 肯定是不对的 如果发生一些因此有冲突 有一些小的矛盾 也是可以立刻报警 来解决这个冲突 对 也就是说这办法多着呢 一方面走法律途径 然后各种调解都可以 实在不行 就像今天吃了后悔药的老四说的那样 我早知道他把我媳妇给杀了 我别说宅基地了 我现在住这个房子 我都给他都行 你早干嘛来着 是吧 那你说老五当时他为什么那么大气性 他可是有备而去的 那是带着凶器就直接扮人家去了 这里面其实我们说 他是不是说一块宅基地促成的这样一凶杀案 更多的是综合因素 综合的结果 你比如说首先宅基地是个引子 是一个最主要的一个引子 但是他哥哥家包括他嫂子对他的态度 而且你知道老五是没有小孩的 没有小孩在农村一个这么大岁数的男的 没有孩子的话 他会感觉到未来是没有预见性的 是没有希望的 他就指这块宅基地可能给自己的养子 或者来安个家 能让自己晚年能够有所养 这时候这些综合因素综合在一块 最后引发了这样一个人伦的悲剧 但是我们还是要说不管矛盾多大 人最基本的一个道德底线是不能突破 用亲情人伦这种礼教 我觉得这是最基本的一个做人的一个道德 不管你是农村的还是城市的 不管你是受教育程度多少 这最基本的人伦观点还是应该保有的 对 但是老五你看他真是一个痛苦人 首先警察一逮着他 他马上就说这就是我干的 没逮着没有给他逮捕之前 他就已经跟自己的亲手说了 说我把我嫂子给杀了 你看他承认 跟我们记者在交谈的时候 他又说了另外一番痛苦话 他说无所谓 我无牵无挂 给我判刑 大不了就坐十几年的牢 真的是如他所愿的 只坐十几年的牢吗 孤以杀恩罪 刚才我们说的量刑范围是三年到死刑都有可能 那首先我们来看呢 就是现在受害人一方 就是他的四哥是表示不谅解的 坚决要求是抵命 那么这个受害人的态度 在法律上来讲 是法院在判刑的时候酌情考虑的因素 那不是由受害人来决定是不是抵命的 那么另外自己本人的认罪态度 悔过态度 也是对量刑有影响的 我们从这两个因素来看 对老四的量 对这个老五的量刑 都应该有一些偏重的考虑 因为他也没有认罪 受害人也没有谅解 但是并不代表这就绝对判死刑 那么因为一般来讲 那不是老四一直想要他的命吗 这个是由法院来判 确实不是由受害人来决定 这不听老四的是吧 这对 从一般来讲 因为邻里纠纷 家庭纠纷 发生的这种杀人案 法院在考虑量刑的时候 要考虑他的起因的 那么有一些社会矛盾在里面 有些起因在里面 如果老五所说的当初的这种矛盾 受欺压是真实的话 这种情况被判决死刑的可能性 可能不是很高 但是从这个情节上讲 确实至少得十多年 有可能还是无期 对 那么从这个量刑角度讲的 不影响赔偿 不管怎么判 那么对于民事赔偿这部分 老四这一家 可以向法院提起一个刑事付带 民事诉讼 要求老五来赔偿 因此给他们造成的所有的损失 包括说丧葬费 其他的抚养费 各种各样的损失 都可以要求老五来赔 这个跟他如何量刑 是没有关系的 明日播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